大年三十 久违的鞭炮声响彻云霄 就连国际空间站上都能看到地面燃放的烟花 同时各种花式放炮不断涌现 有人把鞭炮扔进装矿泉水的大桶里 爆炸时沉重的水桶竟然能飞离地面 还有人发现鞭炮在灌满水的开口铁皮桶里爆炸 不仅能让桶飞起来 还会向内压扁 这更加引起了网友的好奇 一般来说鞭炮在水面下较小深度爆炸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膨胀段 由于鞭炮的火药还有大量的硝酸钾 反应中会释放氧气 因此鞭炮在水里也能爆炸 在不完全燃烧中生成大量废气 会从暴心喷涌而出 形成一个向外膨胀的高压气球 第二阶段是泄压段 由于这个气球在挤压周围的水 会把气球上方的水柱推出水面 形成射流 这造成爆炸废气不断和射流掺混 变成微小气泡向水面逃逸 气球压力急剧降低 无力在对抗水压 第三阶段是塌缩断 气球周围的水急速向内挤压汇合 将残余的气球也分割成无数小气泡 才算完成了爆炸过程 可见鞭炮在水面下较小深度爆炸时 气泡上方的水会受到推力 形成向上运动的射流 因此容器会受到向下的推力 所以并不会飞起来 但是鞭炮在水桶底部爆炸时 膨胀段的初期 汽水界面上会首先出现一系列压缩波 并叠加聚合 使压墙发生越变 形成了已超过水中 升速向外扩散的球面激波 由于爆心靠近铜底 激波在前进中 墙部还来不及明显衰减 就到达了底部的固液边界 由于激波极强的压缩性 波面后的水压墙会瞬间增加 以至于首先触底的弧形波面 通过超压推动此处的桶底材料挤压地面 一起向下形变 出现微小的凹坑 激波离去后 水中的超压消失 此处的桶底又开始承受地面回弹的冲击力 因此当激波向四周 依次扫过桶底 就会使波面下方的地面 受到桶底的挤压 依次形变 回弹中又形成了作用点 从中心向四周移动的瞬间冲击 由于发生的时间非常短暂 水桶就等效于 承受了一次向上的冲击载荷 所以水底附近的爆炸能让容器弹起来 就是利用了激波的能量 但容器弹起时火药的燃烧还在进行 不断膨胀的气球推动水向四周快速移动 除了气泡上方的水 会被燃气压力直接推动 向上喷射外 其余的水由于撞击容器壁面净压提高 也会被水压推向出口 从而形成中心和四周的两股射流 如果射流速度足够大 则侧壁的水流净压就会足够低 导致铁桶在弹起上升中 筒壁内外侧还承受着压叉 因此锈迹斑斑的铁桶 会因为筒壁内外的压叉过大 被向内挤压变形 可见想靠水中爆炸让水桶飞起来 爆心就需要有足够的深度 以便使铜底能被较强的激波扫过 同时炮仗的威力也不能过大 否则激波到达侧壁时 强大的碱力会将材料撕碎 制造危险的高速破片 因此在兔粘里放炮 我们更应该像兔子一样小心翼翼 感谢观看